西游记真的是唐山藏 孙悟空 猪八戒 白龙马呀 不 西游记为什么这么牛逼 就是因为西游记是讲哲学的 是讲人生的 我们每一个人从一出生起就是在西游的路上 而整个西游渠道的真经 不是那个在天竺国的那六十四卷那个经书 真经是什么 是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 经叫经历的经这才叫真经 这样讲话能不能听懂 而师徒五人就是代表的贪嗔痴慢疑 来 唐僧是哪个 疑嘛 天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孙悟空嘛 来 孙悟空是什么 秦嘛 秦恨心嘛 猪八戒是哪个 贪嘛 萨克萨呢 痴嘛 白龙马呢 傲慢嘛 傲慢嘛 所以让你变成马给人骑嘛 贪嗔痴慢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你仔细想一下 有没有被骗的经历 如果不贪怎会被骗 是还是不是 有没有跟别人打架吵架的经历 如果没有秦秦心 怎么可能骂得起来打得起来 有没有跟朋友之间因为误会 而产生隔阂 如果你不是怀疑了他 两个人信任不在了 怎么可能怀疑得起来 贪嗔痴慢疑就是我们身上的五毒 我们佛家讲 只要把这五毒给去了 我们就能开悟觉醒 我们就能从此岸到彼岸 我们就能离苦得乐 那请问这五毒怎么去 要想去掉这五毒 这五毒是个果 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 要想去掉这个果得知道 这个果是由音产生的 对还是不对 《易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高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之所以先后 则尽道矣 什么意思 物有本末 每一个物体 它都是 它都是有本有末的 每一件事都是有忠有始的 之所以先后则尽道矣 尽道就是得到了吗 说什么说 今天生病了 你得先搞懂那个病是从哪来的 知道病怎么来的 才知道怎么把它送走 这样讲话能不能听懂 西医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咱中医不这么晚 咱中医是要给你耗脉 通过望闻问切 来找到你的病因 知道你的病怎么来的 才知道把它怎么送走 这样讲话能不能听懂 那请问贪生吃慢疑哪来的 我们这五毒贪生吃慢疑 是因为我们有炎而鼻舌深 所以才会有这五毒 我们把前五感全关闭了 只活在第六感里 把那五十关闭了 一没了果自然就没了 听没听懂